落门天后宫的妈祖娘娘正准备前往中国做客 庙方人员仔细的为妈祖整理神医佛貌 台湾妈祖信仰信众广大 没想到这个月九号竟然发生台南玉职五旋坛 抬着大花神教来到北扇尾落门天后宫 说是要举办关公和妈祖的和婚典礼 信徒当场拦教挡架 天后宫气炸了当场就把神教挡了下来 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 生育严重受损 更是罚出声明稿要求对方献其道歉 否则就要提告 吴宣坛的确从天后宫 已经出过一尊分离妈祖 但分离妈祖跟本尊 神格位阶都不同 吴宣坛的做法好似女儿私自要出嫁 竟突然就大剌剌的想回老家 要长辈认可 别说关圣帝君跟天上圣母的信众不能接受 天后宫更是认为遭私人宫庙突袭侵犯 其实分离的神明跟祖庙的本尊还是有差别 天后宫每年都依照神明指示 雕刻预备分离的神像 入神后供信众供请神尊 宗教人士强调神明和婚多属英庙 像关圣帝君和圣母妈祖这样的政神 竟然有宫庙炒作 也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明日新闻正播林俊敏台南市报道